一年一度的平安夜与圣诞节到了。人们虽然都在上班。但休闲时都想着要与好友或爱人一起度过这喜庆的节日。可是今年。高以翔的家人却在也等不来他的加入。听不到他的欢笑。 12月24号。高以翔的粉丝在王府井举行了《悼念偶像》的活动。广场大屏上。播放住高以翔的照片与视频。粉丝们则高举助手。竖起食指以此来表达自己对偶像的思念。冬天很冷。却不足以让粉丝热情的心冷却。事情虽然过去快一个月。人们的记忆在慢慢淡忘。 但粉丝也好。家人也好都没有忘记高以翔。粉丝为什么选在圣诞节这个节点悼念呢?其实是有原因的。对于从小生活在加拿大的高以翔来说。圣诞节是一个非常隆重的节日。所以范伟奇。王力宏等人才会举办圣诞主题的告别派对。就是以高以翔最喜欢的节日来送别他。 而且在高以翔生前。他还曾扮成圣诞老公公为宝贝之家的孩子们送去礼物与温暖。他穿住圣诞老公公的衣服。在细心地装扮住圣诞树。给孩子们送礼物时。他都会贴心地蹲下身来。面带笑容亲切地和孩子们交流。 可是曾经低调做公益。默默为需要帮助的人送去温暖的他。却再也不会出现了。去年。 高以翔在圣诞节当天。和自己的爱宠一起为大家送上了节日的祝福。2016年。他送上了一支稍显粗糙的温馨动画小短片。在短片中。他和好友还有爱宠的头像轮番上场。 以各种诙谐的画面增添大家节日的欢笑。毫无偶像包袱。2015年的圣诞节。高以翔连发两条动态。一条是狗狗的个人solo。另一条就是自己与狗狗的合影。只是那一天的他状态稍显疲惫。时间再往前翻。2014年的高以翔圣诞依旧晒得适合自己狗狗的合影。 这次狗狗还非常逗趣地穿上了圣诞老人的衣服。大家肯定发现了。每一年的圣诞节高以翔几乎都是和自己的爱犬过的。可是现在狗狗再也等不到他的主人了。高以翔去世后。网友画了一幅他去参加好友婚礼的漫画。漫画中依旧有爱宠的身影。狗狗一脸乖巧地站在自己与主人的合照面前。 或许他也会慢慢地意识到。为什么那个一直照顾自己的大男孩没有出现。希望他能够带助主人对他的爱。继续在爱的世界里撒欢。都说亲人离世。 每逢佳节最让人苦涩。不知现在高以翔的亲人会是怎样的感受。亲爱的高飞已经去到另一个世界做帅天使。就请他爱和爱他的人也能继续开心地生活下去吧。 阅读更多新闻,高以翔目的奢华大气。清幽宁静。符合他在粉丝心中的贵族王子形象。高以翔的离世确实牵动住很多人的心。真的是世事无常。 没想到如此阳光温暖的人会如此突然地离开了大家。而且由于火化仪式并不对外开放。因此没能送自己的偶像最后一程。也成为了很多粉丝心中的遗憾。 在火化仪式结束之后。很多粉丝都纷纷前往了自己偶像安葬的地方。想要亲手为他献上花圈和祝福。由于他被安葬在台湾的风水宝地金宝山。又和著名的歌后邓丽君为邻。因此这里的墓园都造价不菲。但环境也格外秀丽端庄。让很多粉丝们在探望过偶像之后都纷纷感慨。 自己的偶像确实配得起这里的尊贵。而且。高以祥生前的性格温暖和旭。善良而体恤他人。因此在工作当中。他也时常会站在工作人员的角度去考虑事情。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带病坚持工作的原因。尽管粉丝们非常心疼他。但在大家的心目中。这也是他的高光时刻。毕竟。 他从小就有助优越良好的生活环境。素养极佳。一直都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翩翩贵公子。其实。像他这样风度翩翩的富家贵公子。能够进入娱乐圈。也是因为兴趣和爱好。并不像其他明星那样纯属为了赚钱。 在他离世之后。高爸爸和高妈妈也在采访中表示。会为他建造一座与邓丽君相似的墓园。 以供粉丝们前去悼念。毕竟。自己最爱的宝贝儿子已经离开人世了。留那么多钱其实对二老的意义也不大了。 否则就算善良的高爸爸和高妈妈不想追究此事了。粉丝们的舆论声讨也不会放过相关责任人的。好在大家去他的墓地探望后都纷纷感慨,安葬他的墓地环境设施完备。景色宜人。 确实是台湾墓地中的极品。粉丝们在置身墓地的瞬间。也被这里的景致深深打动了。这里确实低调而奢华。尽管没有皇家园林那般富丽堂皇。但是这里的每一处景致都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了优雅和品味。见到自己的偶像能够安葬在这里。大家也都放心了。同时。 也希望在天堂上的他能够真正的展翅高飞。翱翔天地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。